近日,宫中人士透露了查尔斯国王面临的两难困境 他既不愿得罪二媳妇梅根,马克尔 也不愿得罪大媳妇凯特,米德尔顿 这种困境使得查尔斯感到很为难 查尔斯担心惹怒梅根的后果 同时又担心凯特会不高兴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 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 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 而在这场困境中,哈里作为国王的儿子 他的身份和地位也成为了焦点 查尔斯国王作为王室的领导者 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和决策 他希望能够维持家庭和睦 避免任何矛盾和冲突 然而,凯特和梅根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备受关注 而身为两位儿媳的公爹 则被迫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 凯特、米德尔顿作为嫁入王室的大媳妇 一直以来都表现出极高的忍耐和聪明才智 他积极参与王室事务 为王室形象和利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凯特的地位在王室中是十分重要 他的意见和决策对于王室的运作具有重要影响力 因此,国王不愿得罪凯特,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梅根,马克尔作为哈利的妻子 他在王室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也不容忽视 梅根一直以来都展现出强烈的个人主张和独立精神 他的行为和言论虽然常常引发争议 但是,查尔斯国王也不愿惹怒梅根 也是出于对王室形象和家庭和谐的考虑 毕竟梅根这家伙也是不好惹的 万一有个不顺心 那王室不得被他闹个底朝天啊 然而,哈利作为国王的儿子 他的身份和地位始终是不可改变的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即使哈利现在不在王室 但是血缘关系不可能根除 所以哈利还是属于英王室的一员 那个不好惹的梅根也通过他的十二个闺蜜表示 哈利的身份永远不会改变 他生是英王室的人 死也是英王室的鬼 这样一个强硬的态度 更是强调了哈利作为王室成员的地位和权益 查尔斯国王面临的两难困境 真是复杂又棘手 查尔斯希望能够维持家庭和睦 避免任何矛盾和冲突 梅根作为原来的王室一员 他的地位和影响力在当时也是不可低估的 但是如今的梅根虽然已不在王室 但是梅根的心机让查尔斯国王 在处理平衡这个问题时 还是有很多的忌惮的 查尔斯国王需要综合考虑各方的需求和关切 以求一个平衡的解决方案 对于凯特王妃来说 查尔斯更是不敢太过于偏激 毕竟现在的凯特王妃 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凯特了 她拥有的热度和拥护 足以超过查尔斯这个国王了 现在 无论是凯特还是梅根 查尔斯似乎都得罪不起 凯特是王室的重要成员 他的意见和决策 对于王室的运作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而梅根也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更是让查尔斯头疼 所以 查尔斯这个国王 希望通过对话和沟通 解决任何潜在的矛盾和分歧 以确保王室的团结和稳定 当然 在这个解决平衡的过程中 查尔斯还是需要 慎中之慎地好好思考 千万别被不怀好意找人钻了空子 王室专家布莱恩 获一声称 凯特王妃是王室最大的财富和赖以生存的磐石 她有种优秀的沟通能力 以及戴安娜的亲和感 她与各行各业相处融洽 并表现得无可挑剔 凯特王妃积极参与慈善事业活动 她得体大方地穿着 以及无可挑剔的形式风格 深得民众喜爱 她代表王室 贴近普通人的生活 展现王室成员的亲和力 为王室获得很多支持率 而哈里王子与梅根 总是欲分裂王室成员之间的和谐共处 此次 哈里王子再次出击 她站在了伦敦高院的证人席里 完全摒弃伊丽莎白女王的敦敦教导 不抱怨 不解释 她就像一只勇敢地斗志昂扬的公鸡 对着民众吹弹唱跳 她所了解的王室秘密 民众早已二熟能详了 她丝毫不管王室的脸面 与王室团结协作 就连她的母亲戴安娜王妃的出轨事迹 哈里王子也能够不时翻出来 以证明她真的是查尔斯的亲生儿子 查尔斯三世避之不及 她总是把她的行程 错开哈里王子的行程 哈里反应 她就国外访问 反观查尔斯三世对凯特王妃的行动与观点 不仅欣赏 还百分比信任 此次凯特王妃出席约旦王储婚礼 凯特王妃佩戴王室珠宝 无需经过卡米拉的同意就能佩戴 同时 王室的公务与实际权利 查尔斯也放任凯特王妃行事 卡米拉极度不已 她虽然拥有王后的头衔 但并未手握实权 梅根痛恨不已 她原本有着出色的公务能力 可以与凯特王妃媲美 因为企图改变王室王位继承无望 她挑唆哈里王子 抛弃王室前往美国 现在她即使想回归王室 却变成痴心妄想了 凯特王妃 有着查尔斯的欣赏和信任 未来的她更像女王 在王室和民众之间掌握平衡 成为一个支持率很高的 王室年轻的一代 而另外一则消息是 哈里王子在前不久播出的新纪录片 不可征服的心理 继续吐槽她幼年丧母 对她带来的伤害 吐槽她在海外服役返回王室后 王室家人对她服役时 造成的心理创伤 没有对她构建支持体系 王室家里没有人关心她 她只能像一个婴儿一样 全屈着身体躺在地板上 自己舔尸伤口 哭泣和悲伤 哈里梅根这几集纪录片 炒剩饭 继续抹黑王室 不但让观众大倒胃口 引发公众的群嘲和媒体的质疑 而且再度引发王室震动 致使哈里梅根遭反噬 对于哈里抹黑王室 公众不买账 媒体不认账 王室秋后算账 节目播出后 收视率无比惨淡 合作方某飞对哈里失望透顶了 有些民众甚至给某飞留言 请不要再播放传播负能量的哈里的垃圾片了 我们不想看也不想听 哈里梅根可能面临被解约 五千万美元的真金白银 有可能花花流水般 复制东流 媒体不认账 面对哈里在节目中 吐槽王室不关心他的心理创伤 节目播出不久 某媒体快速反应 扒出了哈里从海外服役归来时 父亲查尔斯国储和哥哥威廉王子 到机场亲自迎接哈里回家的照片 查尔斯王储和威廉王子 去机场迎接哈里海外服役归来照片中 父亲查尔斯王储 面对哈里王子平安归来 那是一脸的自豪和骄傲 哥哥威廉王子秒变宠地狂魔 大包小包的行李间扛手提 甚至连哈里的头盔 哥哥威廉都舍不得让哈里拿着 媒体扒出这些照片 啪啪打脸哈里 试问哈里 有这样不关心你的父亲和哥哥吗 王室秋后算账不含糊 9月7日 哈里王子将返回伦敦 出席好孩子颁奖典礼 并与获奖的病童见面 而据英媒爆料 查尔斯三世国王和威廉王储 不会与哈里会面 而且根据媒体实锤 查尔斯三世国王 拒绝邀请哈里梅根 出席9月8日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逝世一周年纪念活动 哈里王子路过家门而不能入 甚至女王奶奶的祭典 都不能参加了 想见父兄一面 也成为了不可能 哈里王子这个秋天太悲凉 就连来自父兄的秋天的 第一杯奶茶 也讨不到了 怨谁呢 哈里王子走到 众叛亲离这一步 真不能怨别人 还是反思自己的过往吧 自从地主家的傻儿子哈里 娶了黑大姐梅根 哈里就与父兄和王室亲人 渐行渐远 渐无输了 悲哀的傻王子哈里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 哈王子在 Well Child颁奖仪式上演讲 表示女王祖母会在天上看着 并为他们聚在一起而高兴 还透露跟儿姐 因为不能参加这次活动 感到非常难过 二哈在慈善活动上的原话是 如大家所知 去年我没能参加 因为我的祖母去世了 你们可能也知道 她是第一个坚决要求 我来这里陪伴你们 而不是去陪她的人 正因如此 我确切地知道 一年之后的今天 她正在天上俯视着我们 为我们今天能够聚在一起 而感到高兴 要知道 就她这么不顾王室 家族体面 频繁出卖不知真假的 王室八卦 抹黑你祖母女王 辛苦维持的英王室 不要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利用祖母的威望 给自己立人设 她的备胎 她的采访 她的纪录片 现在看来 矛头都是直指王室 直指威廉 看似为了赚钱养家 实则一件双雕 急赚了大把的钱 又抹黑了王室 败坏了威廉 甚至动摇了君主制 一副光角的 不怕穿鞋的 大不了鱼死网破 得不到就毁掉的 看来二哈哥姐 完全是蓄谋已久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